刚刚结束Final,相信在这段期间,很多留学生的日常饮品里面,咖啡,红牛,各类能量饮料, 倦了累了来一瓶,熬夜加班来一瓶,运动健身来一瓶,一周不喝个三四瓶,感觉根本活不到下一周。 在澳洲购买烟酒,都是有年龄限制,需要看护照或身份ID的,可这种功能性的饮料,却没有年龄限制。 随便买,然而最近,据每日邮报报道,英国首相特蕾沙梅建议,停止向18岁以下的青少年级儿童出售该类饮料。 如果商店违反该项规定,将会受到2500英镑的罚款,你或许会奇怪。 不就几罐饮料吗?为啥要禁止? 很多人不知道,经常喝这些功能性饮料,对身体其实存在一定的危害。 甚至有不少人因此丧命。 01,就在五个月前,14岁的Felicity像许多勤奋学习的学生一样,正在为他的期末考试努力。 某天晚上,妈妈Donna端住水果和小吃,推开女儿的房门,打算让女儿中途休息一下。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只见Felicity的牙齿不停地咬合住,发出吱吱的声音,全身都在抽搐。 并猛烈地颤动住,妈妈立刻抱起女儿送到了医院。 医生健壮,立即对Felicity进行了抢救。 一旁的护士不断在问Donna,家里有没有心脏病史? 女儿有没有心血管病? 她的症状正是心血管病的征兆。 Donna一下猛了,家里从来没有心血管病史啊。 以前Felicity也从来没检查出来过有这个病,况且她才14岁啊。 仔细询问下才发现,前一天晚上, Felicity喝了两罐Monster,就是这两罐小小的Monster运动饮料。 差点要了Felicity的命。 医生说,运动饮料正是Felicity心血管功能突然紊乱的原因。 万幸的是,经过医生前面救治和检查之后,Felicity算是挺过来了。 据医生说,仅仅在他们一家医院里,短短的一周,已经出现了四个这样的病患了。 零二,相较于Felicity,加拿大同样是14岁的少女Aphine Ajavis却没那么幸运了。 自从那天Aphine和朋友到便利店买了含有咖啡因和酒精的能量饮料Factor Up后, 变相突然失踪了一般,也没去上课。 同学和家人也找不到她,直到三天后,人们才在学校后面的小溪里,找到了她儿那里躺住的,却是她冰冷的尸体。 试检结果显示,她的死和能量饮料中的酒精、咖啡因有关。 据显示,Fact Up能量饮料每罐容量为568立方厘米,含有11.4%的酒精和高含量的咖啡因。 零三,这样的悲剧,也发生在16岁的David's Cry身上。 那天,David's感觉特别困。 于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便去买了两罐功能饮料来喝,打算提提神。 然而下午美术课上,David's突然感到一阵头晕。 倒地后便昏迷不醒了,老师和同学叫了救护车将David's送往了医院。 但是,一切都晚了。 下午三点半,David's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令人惊讶的是,验尸官发现,David's在午餐时,喝了过多的咖啡因。 干扰了他的心脏功能,并最终使他的心脏停止。 也就是说,午餐时他喝的那两瓶功能性饮料,最终尽要了他的命。 类似的例子多到简直数都数不过来。 那么,功能性饮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饮料? 它对人体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为什么专家和家长会都联合抵制它呢? 功能性饮料的成分 首先要明确的是,功能性饮料并非毒品。 只要不过量,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中功能性饮料里,也没有含有什么非常规的成分。 甚至有一些成分,还是对人体有利的。 就拿国人熟悉的红牛来说。 其成分主要为,凝黄酸、赖氨酸、咖啡因、基醇、维生素B6、维生素B12以及烟锡案。 我们一个个来看。 凝黄酸,是一种从凝黄中分离出来的成分。 可以促进应有儿脑组织和智力发育。 提高神经传导和视觉机能。 改善新陈代谢。 甚至还可以促进记忆力。 滥氨酸,是人体必要的氨基酸。 能促进人体发育和增强免疫功能。 基醇,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 据说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能防脱发哦。 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B6和基醇的作用相似。 缺少维生素B6还容易患操皮病哦。 维生素B12,又叫骨暗素。 是唯一含金属元素的维生素。 其主要功恩是制造骨髓红细胞。 防止贫血。 烟溪案。 主要用于防治操皮病、口炎、舌炎等。 除非你对其过敏。 不然一般没有危害。 最后来说说功能性饮料中主要饱受争议的成分。 咖啡因。 咖啡因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能够暂时地驱走睡意,并恢复精力。 临床上用于治疗神经衰弱和昏迷复苏。 我们平时常喝的茶、咖啡、可乐中,都含有咖啡因。 专家指出。 人体对咖啡因的吸收率,高达99%,会引起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导致心血管疾病。 专家解释。 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控制在400毫克以内。 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都是安全的。 这相当于四杯冲泡咖啡,或者两瓶能量饮料中的含量。 过量饮用产生的危害。 所以,正常饮用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但是过量饮用话就说不好了。 注意! 这里说的是过量饮用。 都说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我们来看一份咖啡因及糖分的含量表。 如上图所示。 美国和澳洲最流行的功能性饮料Monster, 一瓶500毫升的能量饮料中含有160毫克的咖啡因和52克的糖。 作为对比。 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只含有不到32毫克的咖啡因,以及35克左右的糖分。 而60毫升的浓缩咖啡中,含有80毫克咖啡因。 没有糖分。 如果以每100毫升来换算。 其实功能性饮料和可乐,咖啡的咖啡因含量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过量饮用的话,副作用和这两者也差不多。 对! 这两样过量饮用都是会喝死人的。 但关键是, 大家一般都是一罐一罐的喝。 因为功能性饮料,含有大量糖分。 喝起来可口。 很多人不自觉就喝完了。 都没有意识到喝了这么多。 咖啡因引起的上瘾和心力失调。 虽然说我们平时每天都会摄入少量咖啡因。 但是持续保持或者大量摄入,都会出现一定问题。 就连咖啡因极少的可乐,也喝出过事。 2010年2月, 30岁的纽西兰女子纳塔莎哈里斯病亡。 在她去世之前, 她每天至少要喝七身可乐。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喝可乐。 睡前也要在床边喝一瓶可乐。 没有可乐她就会变得易怒, 或情绪低落。 到了后来, 她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 每周都要呕吐六次。 在她死亡之后, 其验尸结果表明, 她很可能是因为饮用了过多的可乐, 而发生了咖啡因中毒。 相较于可乐的慢性中毒。 功能性饮料, 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1年12月, 美国马里兰州一名14岁少女, 阿内斯福尼尔, 在24小时内, 喝了两罐700毫升装的 Monster饮料后身亡。 电视报告显示, 她死于咖啡因中毒, 导致心脏宫穴不足而引起的心率失常。 据悉, 这种饮料不只是在美国十分流行。 在澳洲街头的自动收获机中, 也是十分常见。 前文也提到, 人体每天摄入咖啡因的安全线是400毫克。 如果超过这个值, 就可能会发生危险。 不过这个值, 实际上需要8杯200毫升的浓缩咖啡才能达到。 但是一般人喝不了8杯浓缩咖啡这么多。 而且咖啡大家一般都倾向于慢慢喝。 但功能性饮料则不同。 因为口感好。 大家很容易一口气喝完了。 可能往往会几分钟之内, 一饮而尽。 这样身体在短时间内, 摄入大量的咖啡因。 就大事不妙了。 这就很可能导致, 短时间内咖啡因摄入过量的问题。 一罐700毫升的Monstor含有咖啡因的量是240毫克。 两罐就是480毫克了。 超过了专家建议的400毫克的安全预值。 对于一个未成年女孩来说, 这个量显然是太多了。 而上文提到的案例, 大多是短时间内, 连续喝了两罐功能性饮料, 而致死的。 所以偶尔喝一下。 慢慢喝。 别过量。 是没有问题的。 过度肥胖。 但是功能性饮料, 毕竟不适合天天饮用的。 就算咖啡因没摄入过度。 但里面所含的糖分, 就高得吓死人。 过量的糖分在使人发福的同时, 也会伴有一些附加症状。 比如糖尿病, 高血脂和高血压。 对于儿童来说, 过量摄入糖分, 会使得体内钙质代谢紊乱, 增加骨折的概率。 同时, 也会使儿童产生饱腹感, 因此导致食欲不佳。 其他营养的摄入受阻, 甜食也会让口腔面临威胁。 蛀牙和口腔溃疡, 有很大一部分, 都是因为甜食引起的。 所以, 少让小孩吃糖。 难怪英国方面禁止向18岁以下人群销售功能性饮料。 请适量饮用功能性饮料。 虽然说过量服用功能性饮料, 确实会出现一定问题。 但是我们并没有诋毁他的意思。 毕竟, 他是很多人工作中不可分离的伴侣。 我们只是想要提醒大家, 不要为了工作或学习而过量饮用功能性饮料。 如果不能控制好量, 那么就请不要饮用它。 特别是要看好家里的小孩。 孩子还在生长发育期, 过量的咖啡因和糖分对其的成长没有任何帮助。 依靠短暂的兴奋, 熬夜学习这种拔鸟助长的行为, 不但不能帮助孩子, 甚至可能害了他。 英国政府做出了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 在饮料厂的盈利和孩子的健康方面, 首相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 希望功能性饮料之后, 在澳洲以及中国, 也能够受到更加有效的管理。 就像酒精一样, 限制购买, 而不是放在随处可见的收货机中, 任君选择。